欢迎来到分享沙龙 今天是祝鹏节的第七日 祝鹏节最大的日子 所以要一起来分享 祝鹏节第七日所隐藏的奥秘 以及他从中要释放的气势 祝大家祝鹏节 快乐 今天是提斯利月第21天 祝鹏节第七天 也称为Hoshana Rebbe Hoshana的意思是 Please save me Rebbe意思是Great Great salvation 是大拯救 是祝鹏节最大的日子 它是从9月26日的日落开始 到9月27日的日落结束 9月26日日落以后 犹太传统 人们会穿白衣 通宵送读诗篇 9月27日会送读生命祭 生命祭是对整本拓拉的贵 犹太口头土拉说 如果你没有在犹太新年期间获得赎罪 神将在赎罪日给予赎罪 如果你没有在赎罪日获得赎罪 就会在Hoshana Rebbe 祝鹏节第七天获得赎罪 祝鹏节第七日也称为第二个赎罪日 审判的最后一天是执行审判的日子 吹小节是审判开始的日子 赎罪日是审判结果确定的日子 但神的恩典无法测读 在祝鹏节七天里 神再次赐个机会 悔改 悔转向他 在祭七天 是神执行审判和显明救恩的日子 祝鹏节第七天 犹太传等有一个在地上击打柳枝的仪式 用五速柳枝 速成一捆在地上击打 另外一集二十三章四十节 第一日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和棕树上的枝子 为茂密树的枝条 并河旁的柳枝 在耶和华你们神面前欢乐其日 如今在祝鹏节的每一天 人们会在会堂取出陀拉 放在陀拉阅读的桌子上 拿着这四五围绕桌子一圈 向六个方向 得南东西上下咬动 并且祝福祷告 象征神的无数不在 表达对神幸福和朔果类的一年的喜悦和感激 但在祝鹏节的第七天会围绕齐全 八的解释这四五围在一起也象征人与神的关系 象征果形状像心脏 猫咪树枝形状像眼睛 柳枝形状像嘴唇 棕榈树叶形状像基柱 他们加起来预表 一个人应该用他的心 身体 眼睛和嘴唇来侍奉神 尤其这个柳枝 它形状像嘴唇代表口中的话 和口中的祷告 但是从学习妥拉和善行的角度 这四物又代表四种不同的人 相源或是 有好味道和香气 代表一个人理解妥拉又有好的行为 柳枝是 无味道无香气 代表一个人不可恶神的话 又无好的善行 在祝鹏节第七日 向第二个赎罪人士 是节肌的最后一天 也是神赐给我们 最后悔改悔转的机会 犹在传道有一个 在地上击打柳枝的仪式 柳枝无味道无香味 一表一个人对陀拉 没有渴慕 在生活中也没有善行 柳枝形状像嘴唇 一表我们口中的话和祷告 祷告是我们手银的武器 但我们经常口中的言语 不谋神的愿法 在祝鹏节第七天 将五根柳枝捆成一树 在地上击打 是像神树说 我们就像柳枝一样 生命没有味道 没有香气 生命没有荣美 口中的话得罪是没有价值 也像打碎的柳枝一样 一个破碎的生命 但神的恩典和怜悯 还是将我们再次饶恕 再次拯救 重新毁灭 让我们的生命像香圆果一样 四季结果 香圆果预表一个人认识 陀拉 神的话和诫命 又有能力活出神 荣美的生命 行出美善行为 一个人可以在不同季节 春夏秋冬 不同的环境 高山低谷 还能信靠神活出一个不断结果的生命 柳枝无味道无香味 也代表一个人不可目 妥来的神的话不能行出善行 但正如诗篇第一篇 下一棵树栽在溪水旁 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哭 柳枝通常栽在河边 它的根深处没有充足水的供应 也代表一个人虽然还不可目神的话 还没有好的行为 但也许他的家人朋友为他祷告 他已有福音种子的隐藏 在他心灵的深处 神命里每天在祝蓬节摇动四目 也依表像这四目一样 不同种类的人 在祝蓬节 神独一正圣荣耀的云彩的同在中 彼此合一 彼此造就 不可目的开始可目 没有能力行善的 开始学习为别人付出 这也是祝蓬节要邀请亲人朋友 一起庆祝的原因 那些已经有了福音种子的 这时候也许要开始发出香气 结出果子 同时也是撒下福音种子的季节 我们分享过浇水节 祝蓬节的第七天也成为大拯救 在浇水节 在这第七天 祭祀要七次 从西洛亚池子取水 将水与酒倒在祭坛上 这首欢乐的歌声奇诈 你们必从救恩的源泉 欢然取水 会众会唱诗歌 118篇25到26节 耶和华求你拯救 耶和华求你使我们恒通 奉耶和华明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 这救恩的泉源 从西伯来圆文看就是 耶和华求你拯救恩的权源 最后宣告 祂就是火水的源泉 祂就是世界的灵魂 愿你在祝蓬节的最后一天 安静在神面前向神倾诉 愿意全然回转 祈求神恩典怜悯领道 进入新的一年的祝福行怀 愿你真实领受 米赛亚耶稣是活水的源泉 我们就近活水 喝了就不再喝 生命就此不再苦干 而是丰盛解满果子 米赛亚耶稣是世界的光 我们靠近真光 就不行走在黑暗无水之地 生命带着神的荣光 照亮周围的群众 愿神祝福我们的生命向香圆果 生命旺盛四季结果 无论在何种环境 都能坚强抗争 胜过试探功绩 完全地浸泡在神的活水源泉 卓越灿烂的生命力 结出丰盛的果子 牵香之气为众人显明 帮你读书 帮你成长 期待开启更多的奥秘 也欢迎订阅分享 给予一个祝福的赞美 愿神祝福你 祝蓬节快乐